蔥餅 城大附近勝利路上 這家超級好吃的 麵粉 裡面包蔥 很紮實 很好吃的蔥 吃到的是麵粉的香味 甜味 蔥的原味 因為我們是晚上都在上班 都在值班 所以我們最常的就是值班的時候 會請人去這家蔥餅店買蔥餅 它是剛做好起來的 在這家蔥餅店買蔥餅店 買蔥餅店買蔥餅店 買蔥餅店買蔥餅店買蔥餅店 急診某一天 就是一個年輕人走路進來 大概二三十歲 瘦瘦高高的 因為他頭很痛 他要掛急診 我們減商分裂的小姐不敢讓他掛 因為看起來不符合急診的要件 我把減商分裂的那個表拿來看 那些症狀是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我看到他的血壓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就在急診裡面給他做神經測試 就發現他有問題 他會說這幾隻手指 他講三隻 兩隻他講三隻 那我就拿一個手指 讓他自己碰鼻子在碰我的手指 他碰不準 我說那趕快去做電腦斷層 頭部電腦斷層 我說不用先掛號 先去掛電腦斷層 做出來之後腦出血 他那麼早 把他發現 一個阿婆也是晚上的時候 他因為不斷地吐 他送到急診來 檢查出來是尿毒症 我跟他兒子講 我說你媽媽之所以吐 要沒有效是因為 已經到尿毒症的地步 沒想到他跟我回答說 他知道了 我說你知道 為什麼不治療人 他說他媽不願意 他跟我說 有帶他去榮腫 帶他去長根 人家叫他洗身 他媽都不願意 他也不敢回逆他媽媽的意思 然後我就去跟他媽媽講話 我說阿婆 他媽媽回我什麼話 你知道嗎 我沒有要洗心 眼睛很大就這樣看著我 細得我不用說 我說你這個不用洗呢 我說 阿婆 我說你這個不用洗啦 你只要煮一隻蛇槍 把火撈出來 撐開一台雞尾 再把火映給你 就是這樣而已 你不用洗 其實那個就是洗身 洗完之後回來 他人就覺得很舒服 他就誇獎我 你說 你很好 然後就罵他兒子不笑 你想像我嗎 我真老 把我油漆拿出來洗 我會扛你 一個禮拜還要洗三次 你好 你好 我是賴清德 從現在開始 我也有自己的YT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一起聽台灣 一起聽台灣